2015年的书展是名书背出 猛作如臨 其中一本就是唐家王朝 唐家不是唐英年 也不是唐朝李世文 是中山 即是以前叫香山园 孙中山的乡下附近的一个小地方 唐家湾 原来唐家湾出了很多名人 令到香港的这位旅居多年的欧联洛 Mark O'Neill 发生浓厚的兴趣 他就拿着一本拍子簿 和拿一支筆 走了上去 担上凳子 访沉那里的古迹 和去找那里的往事 于是回来就写了一本叫唐家王朝 即是中山院唐家湾的故事 香山的唐家湾的故事 那么你跟我们上一次讲了 原来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名人 其中一个是最早的留学生 龙虹 那么还有里面很多个 像这个中国的清华大学 也就是胡锦涛先生的母校 第一任校长 他的名字叫做唐国安 这个我都没有听说过 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原来清华大学第一个校长是香港人 而且是跟广东人 而且是跟孙中山是同乡 那么这个唐国安是何方神圣呢 他为什么是一个特别的人呢 因为龙虹认为美国的教育对中国人是非常有用 所以他通过很多年的努力 说服清朝政府派很多学生 150个中国学生去美国读书 所以唐国安是一个 所以他是去美国读中学 读大学 但是他读大学一年 清朝政府的保守派 说不行 我们的学生都没话 西方话 学坏了 学坏了 他们又马上回来 所以这些学生非常不高兴 因为都没有毕业 但是没办法 他回来了 他回到上海之后呢 不能自己回家 要在一个学院 住了半年 要细脑 要把美国的西方的宗教的影响就干财 那这样当初送出去做什么呢 对 然后呢 唐国安是学文科的 然后领导说 现在你不学文科 你要当医生 他说 我不想做医生 我没有这个能力 领导说 不是你决定 是我决定 所以他派他去一个教会的一个学校 就是学艺 但是他不行 所以他跟那个小长谈好了就离开 所以后来唐国安在中国历史做了很多事情 他是很有社会的一种质人感 所以他一方面是做记者 就是当时候中国的社会很多不好的习惯 比如说吸鸦片 吸毒 吸毒 中国社会是非常不公平的 外国人有很多特权 所以他在文章里面开始讲这些问题 他也很想带中国的孩子去美国读书跟他一样 所以后来他也说服了政府 跟他一样 他也负责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去美国 所以为什么成立那个清华大学 他怕中国人去美国 就是准备不够 英文不够 思想不够 所以清华大学事实上是怎么说 是一个预备学校 所以他请了很多外国老师来用很多英语 就是准备学生去美国 但是非常遗憾 这个时间都是在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 所以清华大学刚刚开门 辛亥革命 北京乱 孩子 不是学生老师都跑掉 然后中华民国成立 但是不给他钱 所以他非常辛苦了 要找钱 要说服学生 说服老师回来 所以在1913年 这是他很年轻的时候 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 他就往生了 但是你刚才说对 从那时候到今天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他的学生非常多 所以他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 那么这些人包括这位姓唐的校长 都改变了中国 像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龙虹 问题是他们从西方学到了东西回来 用不着 那像这样的就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 经过住住一百年 刚好是一百年 你看有什么感想 是不是中国还是遇到一样的问题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觉得今天的情况一样 只是很多中国人到美国西方国家读书就回来了 回来了还是很有矛盾 因为比方说中国大陆是很欢迎科学 医学工程 电脑 电脑 因为学到了可以拿东西 可以hack 所以这些人回来很受欢迎 但是你到国外学那个文科 历史地理 法律 社会科 法律 你回来中国就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的情况跟今天中国人的情况是一样 那个矛盾有一点不同 但是还是有这种矛盾 中国中方跟西方怎么能 很难了 很难 很难了 这个主要是领导的问题 所谓的领导 那么这个你去了唐家湾 中山这个地方 看了那边的老房子还在不在 有 因为共产党上台之后 边境都是军区不能开发 所以三十多年没有什么开发 祖海就是1980年 特区 特区成立 那时候有开发 但是祖海那个年纪很大 所以唐家湾变了祖海政府的一个小部分 没有很多开发 八十年代我们第一次带我岳母会回家 他从四九年到大概八五年 第一次回去 他很高兴回老家 但是听不到广东话 更听不到很好玩 可以说很好玩不是广东话 很好玩 因为今天的人口百分之八十 大概是外地人 所以可以听到四川话 湖北话 贵州话 但是广东话少 还有很多新房子 岳母说本来有五个就靠全 但现在没有一个都是盖房子 但是后来我们到原木的老家发现这个没有变化 这一块老的房子还在 但是他们的情况不是太好 不是太理想 因为来了 破破烂烂 对来了很多人 所以人多就不好保存 我当然希望当地政府可以把这一块变成一个保护区 然后搞得很漂亮 变成一个旅游的地方 但是人多所以有点困难 没有办法 所以香港的朋友 你下次去到中山 不妨看完这本书 读万卷书也要走万里路 去勘探 视察一下唐家湾的地方 不简单的 农舍混习的 读书的乐趣就是这样的 一本书在面前 但是书里面的世界 坐船坐一个小时就到了